Thomas 你又覺得港股今個月是否偏淡呢? 始終這個月來講我自己覺得是需要有些戒心的 但是我反而覺得因為頭那天已經下跌了 再加上如果你用期結來看的時候 就是4月29日 變成你對應期結已經過了兩個交易日 那兩個交易日都下跌的時候 變成你的開局是一個相對比較低的位置 變成一個接下來的下行空間就未必真的會那麼深 暫時去看的時候可以看看28,000點這個位置 是否有一個支持在那裡 昨晚夜期也看到升了百多點 所以應該是200多點 現在最新的黑期都在升145點 升幅收窄了一點點但都是在升的 是的 所以相對上去看的時候 可能今天就會有一個反彈的狀況 暫時可以留意如果反彈的時候 28,500點這個位置會不會有阻力 所以今個星期比較大的可能性 應該繼續徘徊在28,000點到28,500點的機會比較大一點 北水來說就要去到星期四才開始會有 所以預期來說比較明確的方向 可能會在星期四才會出現 如果剛才提到28,000點 其實失手的時候 27,500點大概在3月25日的低位 我相信那個位置的支持度都比較強 對應現在的28,300點 其實調整幅度都是六百多七百點 所以你說跌得很厲害的時候 我覺得機會未必是這麼大 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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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